葉子一採下來,又會有乳汁 這是三顆的植物 那它的果裡面就是我們講的無花果 每一個你把它拿開來把它拔開 裡面真的咧 對,有這個無花果 它連連的有汁液 這個叫九丁榮 九個壯丁的榮樹 九丁榮 又叫九蟲吹這一棵樹 那它在野外辨識的特徵是 第一,它是很大的大橋木 第二,在它的根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板根 看了一下 板根現象很明顯 第一,大橋木 第二,板根 第三,它的枝葉會非常的茂密 這是它的註冊商標 那再來看它的果 就是無花果 看它的葉子 哪一個葉子 還下去看看 葉子會有什麼特色 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葉子一出來,葉脈是不是 表面的葉脈是比較平的 但是葉子的背面是不是很凸顯 葉背的脈明顯凸齊 你看那個凸齊的 脈的外圍是不是 有...不是像滾邊一樣 把它凸起來 我們常常說這樣的葉脈像是... 閉鎖式的葉脈 別人是直接通到... 邊緣去 但是它... 必要可以坑...起來 有繞一圈像蕾絲邊一樣 好,這是很特殊的... 葉子的邊緣都有繞... 自己繞在一起 封閉型的葉脈 它最喜歡出現在我們... 部落附近... 潮濕的山溝 潮濕的山谷 那... 常常就是留了一兩棵 很大棵 那就變成是社區裡面的一個地標 你很奇怪喔 你看到... 如果有一棵很大棵 旁邊沒有說在十幾棵 其實常常是只生下幾棵大樹留下來 那... 不知道為什麼這種方式留下來 照講會留它的兒子啊 它的孫子啊 而且它... 種子又這麼多 對,種子又這麼多 你看它超多的耶 你看樹上... 這可以生的... 太多了 可是問題是它的旁邊 都沒看到小苗 對... 為什麼是用這種方式留下來 真的... 然後它樹上又長了胡佛玉 哦,樹上還有胡佛玉 哦,樹上還有胡佛玉 高丁崔... 有一個名字叫做... 台灣話喔 說的是... 緩拉緩 因為它的樹木... 木材即使你曬乾以後不好... 不好... 不好行... 不好行... 聽說... 如果... 做媳婦的... 扣這種的茶... 扣去... 扣去... 會讓你... 給大家看見... 好歹扣這種的茶 不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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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到... 啊... 就是說... 三地人曾經撿這個回去... 被... 大家看見... 不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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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家說... 怎麼那麼頓... 這樣子... 不扣到... 就是... 九重吹... 是鄉土樹種... 在部落旁邊... 常常... 出現一兩棵老樹... 所以這樣是一個... 變成... 必須要解說的物種... 九重吹... 這九重吹的後面就是我們這裡... 豐樹虎的名字... 為什麼就好舒服... 誰要講一下... 哦... 那個可以了... 可以了...